9月22号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0天 20号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0天长城文化活动 在巴达岭长城举办 北京冬奥组委副秘书长何江海在活动上表示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0天即将到来 意味着筹办工作全面进入测试就绪阶段 下一步还将在冬奥场馆军工 系列测试赛举办等重要时间节点 持续不断推出一系列冬奥文化活动 持续向全国人民宣传北京冬奥会 推广冰军运动 持续展示北京延庆 张继普赛区群众对北京冬奥会的热切期盼 当天活动由冬奥有我 冰雪情怀等冬奥优秀歌曲串联 璀璨灯光映照的长城上 骑手们奔跑着将北京冬奥会会旗向高处传递 表达了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和期盼 北京冬奥会将迎来倒计是500天 我们今天在这里组织这样一个活动 就是一起来迎接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赛区是北京延庆张家口 也正是我们的长城沿线 万里长城与激情冬奥相约 让世界更加相知相容 也是一个展示中国文化 展示体育与文化相融合 让全世界朋友都相约北京冬奥会 共同拼搏奋斗 展示我们的风采的一个大好的时机 当天冬奥艺术大赛之全国优秀剪纸艺术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该活动以激情冬奥剪采冰雪为主题 面向全国范围 征集优秀剪纸艺术作品 玉县剪纸作为冬奥会举办的之一张家口 最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的元素 也将积极挖掘冬奥题材 玉县的这个艺术大师们 剪纸艺术大师 与师俱进开拓创新 积极地挖掘冬奥题材的剪纸作品 把冬奥会 把冰雪运动的元素 进行认识的挖掘研究 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将于2022年2月4号在北京节目 北京也将是全球第一个 既举办过夏奥会 又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